在上一讲,我们已经做出P点分割三角形面积 现在呢,就要来寻找这个等分的这个点 也就是三角形重心 如果导到这分割三块的点 关键呢,就是什么?中线 因为中线的时候呢,可以量量等分 而这三中线的焦点就可以保证什么 分出来的这三块面积都一样 所以我们先来做一下这个中点 中点你可以用相加除二 输入D等于括号B加C除二 接着呢,再来输入AC的中点E等于A加C除二 接着呢,将DF跟对面的顶点连线 这个呢,就叫做中线 我们可以看到三中线呢,就会交汇于一个点 将坐标网格再把它藏起来 让画面紧接一些 那今天随着点在动,这中线也跟着改变 一旦将P点移到上面,就可以看到这三块面积接相等 也可以利用,好,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交点工具 将这个重心呢,标出来 这三条中线,我们可以把它变成这个虚线的 让画面呢,更简洁一些 那如果我们不希望一开始就看到三条中线 我们可以新增一个什么,这个勾选框 好,那接下来点一下空白 好,这里呢,就是显示这个辅助线 输入标签文字辅助线 接着把对应的 接着把对应的这个CF 然后呢,还有这个V1 还有这个AD 都把它选起来 另外还有刚才的对应的 还有刚才的这个D点 对,E点跟F点 中线的交点 都把它藏起来 接着呢,再切成移动 好,再点一下 这辅助框呢,经常会失灵 所以一开始呢,要让它启用 我们需要先将它存档 确认存档成空 再重新载入这个页面 接下来就是勾选框就起的作用 就可以看到这三块面积呢 是几乎相等 现在有一小误差 是因为我们这点呢 还不够精确的关系 只要够精确 这三块的面积呢,就会一样 那完成这个三等份面积的P点 那完成这三角形的重心 下一步我们要挑战的就是什么 诶,如何通过滑杆 来控制这三块的面积 并且找到这分割点所在的位置